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 我们会继续学习第六节加瓦函数库 那学习的主题就是Mass函数 Mass函数呢 又是数学函数 又叫做数学函数 那它同样也是在加瓦点LAN包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Mass这个函数呢 它其实是一个类 它是一个Mass类 在加瓦点LAN包里面 Mass类呢 包含了用于执行基本数学运算的方法 Mass的中文就是数学 所以Mass函数呢 就是数学函数 例如啊 指数啊 对数啊 平方根啊 还有三角函数等等 封装了很多数学运算 那接下来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Mass类的话呢 看一下它都有哪些东西 第一 它的成员变量或者说是字段 Static Double E 还有Static Double Pi 就是π 这两个变量呢 其实就是自然 数学上的自然对数的底数 1和π 圆周率π 这个是它的字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测试一下看看 因为是静态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它是可以直接用类名来打点调用的 新建一个带梦方法的 Test 2 看一下 System.out.println 因为Mass呢 是在加瓦点Nan包里面 所以它压根就不用 开包导入 接下来 运行一下看看 好的 这就是数学上的自然对数 自然底数的对数 2.7182等等 是一个无限 接近于1的Double值 那π的话呢 就不用说是圆周率是 3.14159.15926等等等等 非常长的是一个 3.1415926 53589793 也是一个Double值的 这样一个圆周率 它也是更接近于π的 这样一个Double值 这两个东西呢 这两个字段 其实就是一个长量 实际上是一个长量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final的 这样一个定义 点进去 果然它是public static final double 这个final呢 在修饰变量的时候 我们之前介绍过 修饰变量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变量 只能被初始化一次 也就只能被负一次值 不能再被第二第三次负值 也就相当于是一个长量 好 这个是mass类的字段 介绍完 介绍完mass类的字段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mass类的一些方法 它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呢 我们扫过一遍之后 发现它的方法全部都是static的 也就是静态的 也就意味着这些方法 通通是类名 打顶掉 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abs abs给的参数是double a也就是说返回这个参数的绝对值 abs是一个绝对值的意思 好 last.abs测试一下 负3.5 看一看运行 出来的就是返回值是一个正的3.5 因为abs这个函数呢 是取绝对值的 如果它的参数是正数 那么就不变 如果是负数呢 则变为它的绝对值正数 接下来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abs呢 它有四个存在的方法 分别参数是double float int和long 好 紧接着是acos asine atan l和tan的2 好 这都是 都是正旋鱼旋 这样一个正切 等等这样的一些函数 那紧接着我们来学习的就是sear函数和float函数 sear呢 是天花板的意思 而float呢 则是地板的意思 sear函数呢 其实是会返回 跟参数相比 就是大于等于这个参数的最小的那个整数 而float呢 则是返回小于等于这个参数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整数 好 我们可以来做一下mas点 sear 3.5 同理 我还可以输出3.5的float float 所谓的sear呢 就是大于等于这个参数的最小整数 大于等于3.5的最小的整数就是4 而float呢 则是小于等于3.5的最大的那个整数 也就是3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效果是不是这样子 果然是4.0和3 这个呢就是sear和float 这两个函数的一个含义 那除此之外 还有log 就是求自然对数 还有底数为10的对数 这样一些函数 还有呢就是max min函数 max就是求最大值的 求两个参数中的最大值 而min呢 则是求两个参数中的最小值 好的 除开这个 还有power power函数呢 是求第一个参数的几次方的me 比方说power23 点power23 这个求的呢 其实就是2的3次方 看看是不是8啊 果然是8 这个是求me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哈 random random呢 是求一个随机数 只不过这个随机数呢 是在0与1之间哈 那是点random 这个是没有参数的 这个random函数是没有参数的 看一下 它是不是会得到一个啊 0到1之间的这样一个double值的随机数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像我们会随机生成一个卡号啊 或者是一个序列号 都可以使用这个函数来实现 好 除了random 还有round round的话呢 有点像 四捨五入 哈 哈 那看一下 那四捨五入 哈 比方说3.5 看看输出的结果是什么 输出的结果是4 这其实也就是四捨五入哈 它是将结果 哈 舍入为整数 哈 舍入为整数 那到这里为止呢 啊 就已经介绍了NAS类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求平方根 SQRT函数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函数 等等 呃 我们在真正开发的时候哈 如果遇到有关数学方面的一些运算 啊 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想到NAS类所提供的一些方法 好的 这就是NAS函数的一些初步的介绍 同学们记住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